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我们这个行走日本 这样的游学活动啊已经启动 那么大家对我们这次行动有什么兴趣的话呢 可以呢点击我们那个锦铃足酒的公众号 了解一下了解一下 那就是这个一个过程就是说呢 我们的日本深度烟穴启动了 跟着老杨去日本走独 详情呢就叫做锦铃足酒 那个呢公众号去了解一下 谢谢大家 今天的独报时间 纽约时报 对拜登政府失望 中国转向基辛格拜之等老朋友 北京为百岁前国务卿基辛格 举行红地毯的欢迎仪式 中国最大领导人习近平告诉他 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他 中国最高的外交官赞扬他的智慧 他还跟国防部长见面 后者多次拒绝了跟美国国防部长的接触和请求 纽约时报说 北京正在利用官方外交渠道之外的方式 扩大他的信息影响范围 试图影响华盛德的想法 他对基辛格的热情接待 就是最新的日子 一个例子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中国分析主管 丹念怀德表示 看起来好像是中国故意采取的战略 要拉拢那些可能有助于改变华盛的观点的人 而中国正在激励那些在中国经济和整体关系中拥有既得利益的人 他没说基辛格算不算 那么这里面呢 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朱峰表示 基辛格的访问表明 北京对如何影响和说服美国政策精英减少对中国的战略打压 感到了焦虑 因为像基辛格这样的声音在华盛顿是越来越少 美国对华政策需要基辛格式的外交机会 需要尼克松市的政治勇气 这是王毅的经典金句 那么好了美国政府当然也知道基辛格要访华 他估计事先也有宝贝 华尔街日报 基辛格访华或高规格的接待 中方向拜登政府传递隐晦的信号 这个呢 这个信号的一句话 别再试图遏止中国了 明报 会有百岁基辛格习近平的中美又处于十字路口 需要再做审慎的选择 那么这一次呢 不是在护建厅 而是在五号楼 钓鱼岛的五号头 52年前 基辛格首次访华会见中方领导人的地方 世界新闻网 基辛格影响力不在 打个问号 他担心美国把中国视为头号的敌人 为基辛格写传记的美国历史学者 幻德堡大学历史教授托马斯斯瓦赤的说 年事已高的基辛格 近年的美国政治外交圈的影响力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 原来他认为中美关系已经站在悬崖赤上的 基辛格担心 美国已把中国视为头号的敌人 而中国也会把美国视为敌人 这将是个危险的局面 他特别的强调 年事已高基辛格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似乎不再像以前 而中美之间需要 更多能够在两国家团沟通的人物 也不认为还会再有一个基辛格这种角色了 没了 成为觉想 好了 德国之声 美国高官访华成效不彰 共和党批拜登政府软弱 看来就觉得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反正也见不着 国防部长 纽约时报 谈到了气候问题 习近平说 中国将按自己的节奏 实现气候的目标 而不是跟着你美国走 这个话很有意思 他觉得习近平说 达到这个目标的路见和方式 节奏和力度 要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 绝不受他人左右 美国当然不会对中国发号设定 这是凯利马上解释 如果有什么是决定性 那就是科学 每个人都应该受到科学杠杆的影响和驱使 但是呢 美国当然也不能够跑到北京来 来逼迫大家 但是双方还是有一些稳定的共识 比如说 围牢控制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上升 不超过1.5摄氏度的目标 超过这个临界点 日益严重的野火洪水 高温和干旱 就会超出人类的适应人类 而目前地球已经升温了1.2度 特别在中美关系现在处于低谷 如何的气象合作 中国也一些心存疑虑 但是美国的下届政府的领导下可能会背弃它的气候承诺 像拜特朗普执政那样 他让美国退出了国际气候的协定 增加了美国的煤炭使用 纽约时报有一个评论文章的标题很清楚 没有中国 美国没有办法成功打造绿色的经济 半岛电视台有个评论文章认为 中美双方是否会倾听对方的声音 看来结论是没有办法认真的倾听 将近80年来以后 他认为这个事情有一顿话 即刻相遇的两个或者更多的人 各自以取责疑惑的方式 以自己说话 也就是自言自语 自说自话 不会双方彼此的认知 好了 谈谈中国经济 BBC 中国经济 以后半年数据的背后 三驾马车中的出口和投资表现很低迷 本来出口是跑得最快的 但出口现在也不行了 2020年出口占GDP的17.1% 那么2018年是稳稳的站在19%左右 房地产当然也不行 也谈到中国家庭的净储蓄率 2021年约为13万亿 2022年约升为14万亿 今年的上半年 居民的净储蓄率增加了7.5万亿 高于去年同期的6.5万亿 华尔街日报 楼市的困境表明中国经济的繁荣期已经over了 过去了 这个事情 德国媒体谈到中国并不能主宰未来 德国世界报认为中国远没有看起来那样的强大 因为西方自由体系才是创新能力的保障 瑞士的新苏利士报警告说 中国表现表面上把西方当中的朋友 实际上一直是西方民主国家为意识形态的敌人 法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说 没有哪位外国领导人比习近平主席更关注普京在乌克兰的经历 根据他审查过的资料 他能够对乌克兰能够推进对俄罗斯的反攻词 热观的态度 法广还是谈秦刚 法国世界报一个专栏文章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奇怪的消失 秦刚去哪了呢 很多人在问 秦刚去哪了 基辛格在钓鱼岛的国宴上也看不到秦刚的一个身影 谈到了基辛格 但是谈到了谣言还在飞转 谈到了梁华早报早先说秦刚得了新冠 但是呢没有得三个星期还康护不了的新冠 也有很多负面的消息 讲到了联合国投票 诸如此类惹恼了普京 诸如此类到底是谁做的主 当然也谈到了傅小田的事 傅小田 秦刚有病吗 他会为分外情付出代价吗 或者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没有人知道 美国外交政策的杂志编辑破耳末 他说这种跟记者通奸的指控 这样是象征着秦刚的倒台 但这不是他下台的最大真正的原因 秦刚的侍从 政治侍从 是惊人的 惊人的华尔街日报 秦刚下落引发猜测之际 中国试图的美国保证进一步的接触 没有秦刚 我们照样干革命 大概意思是这样 美国之音 有个调查显示 四分之三的英国人 不再信任中国 不接受的科技和机械领域 跟中国合作 在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简单评论几句话 第一 没有人怀疑基辛格制访华 或许是他人生倒数季的一次 两个大国之间的外交互动 如今只能依靠一个百岁老人维系 这不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信息 第二 北京的企业问题上坚持的立场 跟外界的感觉 像是对于美国任何一种主动的姿态 北京都会采取刺卫战略 加以应对和高度的防范 当然我们也知道 没有北京的配合 华盛顿要完成绿色经济绿色格运 几乎是艰难的使命必大 第三 西方媒体持续炒作 秦刚的失踪 谢峰的走着瞧 毛林的笑脸 和赵立坚太太今天是个小日子 好日子相应成飞 看来这个秦刚的政治命运悬浮了 第四 中国经济的好日子似乎也被认为是结束了 也许这种结束是暂时性的低运 但如果中美关系能量无法获得明显的改善 这经济会获得主观预期的目标 难度还会更大 第五 大外宣最大的败笔 就是西方国家有越来越多的民意调查显示 一般的普通国民对中国的观感日渐恶劣 这不是值得肯定的民意的现象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说